Hi 大家好 在今天的PowerPoint教學 我打算帶大家做一個霧面玻璃的效果 OK 我首先開啟一個新的空白簡報 然後拉入一張圖片來當作簡報的背景 由於這個背景稍後我們會加入動畫 需要看到投影片的邊界來調整背景的位置 因此我切換到插入標籤 叫出圖案繪製的功能 然後在頁面內 拉出一個跟投影片相同大小的矩形 並且將這個矩形的填色設為無 只保留一個藍色的外框 接著我們要來製作霧面玻璃的模糊效果 我將背景圖選舉起來之後 利用快速鍵Ctrl加C和Ctrl加V 將圖形複製一份 放到原背景圖的正上方 然後我打開圖片格式的面板 在美術效果的選單套用模糊特效 我們可以稍微加強一下模糊的強度 於是我打開特效設定的面板 到右側將模糊的半徑略為提高 由於我們不需要這麼大的模糊面積 因此我再次打開圖案選單 在投影片的中央拉出一個圓角矩形 脫移邊角的圓點則可以控制圓角的弧度 這個圓角矩形我們必須留一個備份 待會也可以用來製作玻璃的效果 於是我按住Ctrl鍵不放啟用拷貝功能 將圖形複製一份先放到旁邊的空白區域 下一步我將模糊的背景選取起來 按住Shift鍵不放點擊圓角矩形同時選取這兩個圖形 然後打開圖形格式面板 將這兩個圖形截取出交集的部分 如此原本模糊的背景就會縮減為圓角矩形的大小 這時我們就可以把剛才複製的圖形 拉回到投影片的中央 準備來製作透明玻璃的效果 我將它的顏色設為漸層填滿 漸層的角度設為斜向的45度 這個漸層一共有4個色標 可用來調整漸層的色彩和分布 我將最左側的色標維持白色不變 第二個色標的透明度提高到100% 然後第三個設定為約70 最右側的色標則提高到30% 至於圖形的外框線 我將它設為白色 透明度設為約40% 如此就完成了玻璃材質的效果 在這塊玻璃面板的上面 我們可以加上自己想要的文字標題 你可以使用文字藝術師的功能 將文字輸入之後 再利用上方的功能區域來修改字體的大小和顏色等屬性 接下來我們準備來製作第二張投影片來加入動畫的效果 我按下快速鍵Ctrl加D將投影片複製一份 並且略微縮小檢視的比例 然後我將背景圖選取之後 拖椅邊角來將它放大 假設第一個我想要介紹的器材是GoPro的運動攝影機 那麼我可以將這台機器推向畫面的中央 再將玻璃面板 連同裡面的文字一同拉到攝影機的旁邊 至於面板中模糊的部分 如果我們直接將它搬動的話 你會發現裡面的圖案會無法正確地顯示底下的背景 因此這裡我們必須切換到圖片格式標籤 到右側啟用裁剪功能 就可以在畫面中看到圓圖的大小和裁切的區域 此時我們只要把裁切框移到玻璃圖形的位置 再將裁剪功能關閉 玻璃霧面的效果就可以正確地呈現 最後我把面板中的文字修改為運動攝影機 然後打開轉場標籤 套用轉化特效 再略微加快動畫播放的速度 如此當我們按下鍵盤的F5播放投影片時 就可以得到像這樣子的效果囉 這裡我們還可以增加一些畫面的趣味性 來在產品的位置做出聚光燈的效果 在設定之前 我先打開投影片的圖形清單 這裡列出了所有圖形的名稱 以及他們的上下順序 雙擊滑鼠左鍵 則可以進行圖形的重新命名 在此我啟用了圖形繪製的功能 在頁面中拉出了一個很大的矩形 矩形的色彩我設為黑色 同時我打開圖形編輯面板 來將矩形的透明度提高到40左右 至於聚光燈的形狀 我們可以先建立一個圓形 然後按住Shift鍵不放 將這兩個圖形同時選取 再利用合併圖案的功能 在矩形內打出一個圓洞 最後我將這個圓洞加上樓邊特效 並且將它的圖成順序 拉到模糊背景的下方 如此當我們再次播放投影片時 就可以產生聚光燈的效果囉 OK 只要完成了第二張投影片 如果想展示其他的攝影器材 都只要調整一下圖形的位置就OK了 譬如這一次我以單眼相機為例 我首先將相機的位置調整到畫面的中央 然後將聚光燈移到相機上方 接著我按住Shift鍵不放 將玻璃框和文字同時選取起來 搬移到新的位置 並且針對文字標題做一些內容上的修改 至於模糊塗層的部分 我們同樣得先開啟裁剪的功能 再去調整圖框和裁切區域的位置 才能得到正確的玻璃霧面效果 好 我們再來播放一次投影片 來看看目前的效果 OK 最後我們來替這份簡報 做一個簡單的開頭動畫 讓文字從中央向兩側展開 我首先將這張投影片 按下Ctrl加第一負值一份 然後選取簡報的第一頁 這裡我將玻璃框內側的文字選取之後 按下Delete鍵刪除 接著再按住Ctrl鍵不放 啟用中心縮放功能 來將玻璃框向內壓扁 而玻璃框的填色和線條我都設為無 至於模糊塗層的部分 我們也進行同樣的操作 來將採檢區域向內縮小 雖然採檢區本身並沒有填色的設定 不過我們可以調整它的透明度 使它完全消失於畫面之中 由於這張投影片的用途 只是作為動畫的過渡 因此它的停留時間 可以直接把它設為0秒 然後我切換到第二張投影片 套用轉化特效 再略微加快動畫的速度 於是我們就可以按下鍵盤的F5 來欣賞今天練習的成果囉 OK 那今天的PowerPoint教學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